崔永熙的采访说我们国内球员和NBA的球员差距并不大 数据不同只是因为和主力缺少莫及 教练机会给的少 在孤岛的国家队有自己的战术地位就会达得很轻松 通过崔永熙的表达说明两件事 一是抛出绝对天赋 在个人能力上我们和NBA的球员差的并不多 说明我们的情绪并不差 第二任何个人的发挥都要依赖于教练的战术体系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友的球员被球迷说Walling Hunt 比如赵继伟 不仅没有战术地位 还有打一些不擅长的角色 比如蹲底角 而在联赛里的持球3分 推转换和半转换 以及神贵莫测的传球都看不见了 因为体系不同 警机仗几位遗憾的 由保罗升级上宝库之后 没有在国家队遇到属于自己的伯乐